OK,那接下來的話呢,剛剛比較重要就是利用那個就是 OpenPyExit去做寫錄跟讀取 那當然未來可能會有蠻多的需求,延伸性的當然 還有很多啦,比如說怎麼建工作簿 怎麼刪工作簿 然後怎麼建工作錶,怎麼刪工作錶之類,其實 上面其實都有啦,延伸性的 只是說我先抓最重要的,讀跟寫 另外的話就是說,怎麼刪資料,怎麼去修改資料 那這些的話應該是工作上用的會比較多啦,比如說 我們根據剛剛的這個檔案,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我希望呢 幫我刪掉編號為1的那個資料,編號為1 那意思就是說呢,我這邊編號為1,我看一下 不過這個資料裡面,我們好像是 給的是只有姓名,不然也可以改一下啦,比如說姓名為 黃佩玲的這一個人,假設我希望呢,把它刪掉,因為這個會員假設他已經退了 那當然呢,以前的做法是必須用 用那個人工資 Exit的好處是說 你即便不會寫程式,你在這邊run一下也可以啦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它變成程式的話,如果不是寫python喔 它這個裡面其實是一個叫做 在 在Exit裡面有一個叫錄製去期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用過,開發人員 這邊其實有一個就是錄製去期功能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假如要寫 這邊,開發人員 錄製去期,有沒有 如果你將來有些功能不會寫,他還可以幫你錄,錄了之後還幫你寫VVA出來 真的,在這個 所以錄製去期對於初學者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比如說你做這件事,你程式不會寫,可以用錄製的 至於那個細節啦,我覺得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其實Exit有這個環境之所以會大家這麼喜歡用 因為我覺得他還算滿貼心的 雖然出來已經超過30年了 但是他其實一直都還有在進步 因為軟體能夠 30年齁,雖然是還滿厲害的 對,他 VVA是30年 左右出來,因為5.0才有啦 然後這個版本我記得好像就是1986 1986是1.0 1986是嗎 1986,30多年啦 OK 好,那個時候我就剛跟各位講到那個 就是賈伯斯 請那個 比爾蓋茨設計的 然後後來好像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結果 OK 因為隔年Windows也上市了Excel 當然啦,這是一個那個 那個 那後來的話,其實最早 1986那時候其實還是DOS的時代啦 有沒有 大概 Windows 3.1大概是93吧 92、93那時候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Windows 還是建立在DOS的 平台之上嘛 有沒有 那時候其實試算表最厲害並不是Excel 最厲害的是那個Lotus123 對 對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聽過Lotus123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蠻年長的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真的至少三十幾年了 那時候三十幾,這其實 根本沒有Excel的 沒有Excel的市場 只有Lotus123 那後來 改了Windows之後 因為Lotus123他如果要在Windows也能run的話 那他變成說他改版 但是因為他改版的速度太慢 他差了兩年 那人家Excel已經市場都佔了 所以他出來就來不及了 後來Lotus這家公司慢慢就賣掉了 賣給IBM 然後IBM好像也經營不下去了 所以後來Lotus123就成為歷史名詞 OK 反正這給Lotus 那我們如果要刪除資料的話 可以按滑鼠右鍵直接刪啦 可是如果要假設我今天的需求 是希望 透過那個 就是Python幫我刪除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假設啦 我還是不會 那不會的話 其實也可以問一下ChargeGPT 所以我也問了一下那個 ChargeGPT說 請幫我寫一個 Python程式 前面其實都是call的啦 然後內容為 讀取 這個檔案之後 並且刪除 編號唯一的 一列資料 當然如果你假設 不是刪除編號 而是刪除什麼 姓名的話 當然把欄的名字改一下 把後面資料改一下 那也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所以 ChargeGPT我覺得他還蠻方便 他就是 底下是他 幫我寫出來的程式 不過我看一下ChargeGPT 好像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叫OpenPyExcel 所以我覺得 可能在他的資料庫裡面 大部分處理Excel 好像也用這個的機率還蠻高的 其中的話你會發現他寫了一大堆 而且 我大概看一下他第一個 上面一定是開啟那個 這個檔案 的這個 工作 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刮鬍會員 不過如果你沒有刮鬍會員的話 你這邊改在 那個什麼 點那個 點Active也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他多了一個政列 多了一個串 串列 叫Roll to Delete 他好像在刪除之前 他會先把他備份起來 但是問題我沒有要備份 然後只要刪 所以後來我把他改寫了一下 我發現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他其實 是獨檔的部分跟剛剛一樣 但是刪除的地方 其實 重點 在底下這邊 所以我把他改了之後 我發現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刪除的資料 有一個條件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跟他講 if什麼 有沒有 if後面就是條件 A的話指的是哪一欄 等於等於後面呢 就是他的條件 所以我剛剛不是下一個條件是 編號 編號其實是A欄 他裡面的 這個資料是1的 幫我刪 所以這個是條件 如果我要改成什麼 姓名 那我姓名一樣是A欄 然後等於等於後面的話 就是那個 人的名字 有沒有 所以 我就把它改成一個字竄 丟到這邊來 這樣條件就改了 第1個 那第2個如何刪除資料 刪除資料的話呢 其實主要是利用他這個叫 Warshoot的物件 我們好像叫 Shoot 點後面有個方法 叫做Delete底線Raw 然後呢 這邊主要是加這個 叫Rawindex 這個Rawindex可能就是要從這邊抓 OK 剛剛好像我們這邊的 拆數名稱好像不叫Rawind 好像叫Raw OK 反正你 兩邊的一定要Match Amount的話就是數量 數量的話要幾個 那當然就一個 給他1 其他應該就OK 所以 如果 我沒有把剛剛的那個 部分 如果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幫我把這個 我把他改一下 把 黃佩玲這個 這個會員可能退掉 那我希望 幫我把他刪掉 並且存檔起來 所以以後打開的話 會員現在這10個啦 欸 這去掉一個 那這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的話可以參考 參考這裡 我是放雲端白板第15頁這裡 OK 好